看完這條影片,分分鐘幫到你們省錢了 為什麼拍的Youtube會沒了15萬? 我覺得買完原來是買錯了 用了一兩次的東西 我沒試過買毒卡器是要買四個水的 不用買,就是這個意思了 大家好,歡迎收看EG大國際 Hello,EG,看完這條影片,分分鐘幫到你們省錢了 因為這條影片是說我拍Youtube七年前到現在 到底總共買了多少錢的器材呢? 算一算,原來總共計了15萬 而裡面有什麼東西根本不需要買這麼貴 有隻根本不用買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拍片的話 這條影片就可以幫到你省錢了 你沒有興趣拍片的話,就看我這15萬花了去哪裡 看錢包大賭水之前,記得訂閱我的頻道,按鈴鐺 下次我再有新影片出現,你就會知道了 攝影的窮三代,音響窮三代 剛巧小弟這兩個層面都有接觸 那我就先說相機東西吧 一開始拍攝攝影時,就是用Sony的CX405 Handycam 我當時是一個沒什麼收入的學生 所以二千多元就很大投資了 拍出來都真的剛剛到1080p而已 所以之後換相機的時候就已經放走了這部DV了 就是換了這一部 都是DV來的 就是Sony的AXP55 4K Handycam 為什麼都是DV呢? 因為攝影時拍攝的東西通常都是很多人 然後就動來動去 DV的唯一好處就是它觸焦很快,不用擔心 它有4K還有夜視鏡 真的可以做到夜視功能 嚇死我那時候一拿來玩 不便宜 9980元 只不過都用了兩三年 因為這部都可以Zoom到很遠 所以那時候基本上搞笑 用這一部就已經拍完那時候所有的影片了 接著就開始激動了 因為經常看到Ockman拍攝的東西很漂亮 然後發現原來用相機和DV的分別是真的很大 所以接著就到了我目前最貴的那部機 但因為我用來拍的 我給不到你們看 就是這部了 Canon的EOS R5 這部買的時候是34,000 因為它可以拍Lock 也有那時候剛出到來吹得很厲害的功能 就是這個8K Wall 我這裡不說它之後會因為散熱問題 所以只拍了幾分鐘而已 如果你想拍到8K Wall 就要買一張很特別的卡去拍 那這張CF Express 512GB 這張東西你猜一下多少錢 4,000元 而一張這麼特別的卡 就當然會有這麼特別的讀卡器才能夠讀到 400元 我沒試過買讀卡器是要買4個水的 接著經驗的東西就在這裡分享了 就是這個世界上很難找到一部電腦 可以就這樣剪到8K Wall 所以你一定要轉檔之後去剪 那本身沒什麼時間成本的 我就放棄了這個8K Wall 所以如果你不是要開工 你只想著拍Youtube 千萬不要買那張卡 是不用用到的 4,400元在這裡 那是不是買完相機就花錢了 不是 相機是一闊十三大 你還要買鏡頭 鏡頭方面我現在有三支 外面想輕便拍人像相片的話 就是這支Canon EF 50mm 1.4 USM 為了偷拍… 不是…不是… 為了我去姐姐的澳洲婚禮 而決定買的小白 就是Canon 70-200mm 2.8 但是目前的使用率是真的少到 媽媽都不認得的 接著就是用得最多 就是我經常用來拍片 現在用來拍我的這一支 Canon RF 15-35mm 2.8 那這一支如果你不怕重的話 你就可以拿出街拍FLOG 機身就738g 鏡子就840g 加上差不多1.6kg 1.6kg可以是一個健身啞鈴的重量 而且如果你只要這樣舉的話 就沒什麼問題 但你出街拍FLOG拿著這樣 你的手是垂直的 那使用心得就是怎樣呢? 30秒,你的頭開始流第一滴汗 多多30秒 你辛辛苦苦的頭就會塌了 然後不用3秒你就會不想拍片了 因為你覺得頭塌了你不英俊 所以都是戴帽 拍照的人就會問 為什麼戴三元就不進入中間那支 為什麼進入頭尾最不常用 首先這三支鏡子加上已經36500了 我真的沒什麼錢再繼續買鏡子了 還有其實我拍的影片 15-35這個Y鏡子就已經很夠用了 如果你是像我一樣 拍攝那些要拍攝自己搖搖功 就是周圍走的影片 其實這支鏡子就已經夠了 如果你拍室內的影片 你會動在這裡 其實35這個焦都不差的 除了有些嘉賓會發現自己在角落會變肥 所以如果你想拍的影片跟我一樣 你就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你其實不需要買24-70這支鏡子 然後還有這部ZV-1 就是如果我真的預計自己帶熱天出去拍 肯定流汗 拿很多東西的話 那這部用來拍Vlog 我也覺得不差 6400在我買完之後的兩個月 它出了一部新型號 但它新型號就要換鏡頭 我買這部就是貪方便 就這樣放在袋子裡 就拿出街 唯一的壞處就是它不夠歪 你一定要配自拍棍 買了哪部機有些後悔 那就是這部 DJI的OSMO POCKET 第一代 它的畫質的確是不錯的 只不過不習慣用這麼小的螢幕去拍片 覺得很不安全 都不知道想拍的東西到底拍不拍到 它可以搏手機螢幕插著來拍攝 那就是很不穩陣 怕會拍拍拍出來之類的 還有第一代它的收音功能 老實說我自己覺得真的差 到了第二代它的收音功能改善了 它自己的Stabilizer是真的厲害的 但我始終真的不想在這麼小的螢幕拍攝 有沒有人覺得自己適合用 有的話跟我說我放給你 便宜放 Really便宜 想收的話IG DM我 Thank you 說了 拍片是需要收音 我自己就買了這個 那就是Rode出的Wireless Go 2 那我自己覺得不差 因為出到外面拍Fog 雜音就怎樣都會有 其實它做到就不是讓你沒有雜音 只剩下你的聲音 而是在這麼多的雜音裡面 令到雜音不要蓋住你的聲音 起碼你的聲音都還沒聽到 其實iPhone也可以這樣 但它一開二 一次過收兩個 那就方便一點 以上的器材已經用了 901700元了 這麼漂亮的相機 如果沒有好的燈光配合 都是等於白買的 所以買燈又洗了一筆了 第一盞 我主要經常用的就是現在用來噴我那一盞 Aputure 120D Mark II 這支不用問了 它的白光我覺得真的很完美 用來拍Youtube就夠力有餘了 之前試過拍酒遊戲 拍完之後我發現Anton又去買了那盞燈 然後他在影片那裡就讚了 當時賺一支燈 他不是賺我 他就是說原來燈打得漂亮 人是會漂亮很多的 燈還燈、罩還罩 買燈是不送油光罩的 如果沒有油光罩的話 打出來的光就太強硬了 所以你無論如何都要買油光罩 用1050元 加上6000多買單一支 之後Armoran出了 我就問Augman收了一支Armoran回來 Armoran是真的給我拍Youtube的人用的 價錢會相對便宜 但質素不差 我自己覺得如果你想買燈 買這支會比買120D更好 因為真的便宜很多 雖然他自己附送給你那個罩 我覺得是真的差的 是我不夠的 你開了你不會想關閉 難砌到飛起 然後再問他收多兩支光盤 加上很好人 就四皮…不是四皮 四千五百塊放給我 然後就是我最喜歡的顏色燈 就是氣氛燈 就是這個 又是Aputure 我真的很喜歡Aputure Aputure MC4 Lite Travel Kit with Charging Case 它的Case很厲害 只要四塊東西放進去 一插電線就整個行李箱一起充電 那有什麼好處呢? 它非常小塊 然後背部有磁石 即是可以黏在任何有鐵的地方 你就不用每次都拿腳架出來動了 以上的燈具加加賣 一萬四千零七十元 有些人會買腎牛 其實那些再便宜一點 其實都可以的 只不過我覺得 設置可能沒那麼方便 接下來是最重要的 因為如果不買這件事 剛才我說的那兩個相機、燈光 都是等於發賣的 就是電腦了 以後如果大家一直都有看我IG的 I.I.G. 就會發覺我Story 經常都放了死機畫面 剪輯片藍屏幕 從來未見過的藍屏幕情況 我完全做不到工作 所以就找了Power Art by Asus 幫忙 幫我組裝這部機 換了我已經用了很多年的電腦 先報告價 先說這個二千零一十元的機箱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那塊板的燈是可以轉顏色的 裡面還有這個叫Aura Sync的技術 即是可以配合你設定而轉燈 對,因為我真的很喜歡病 我看到顏色燈我就很喜歡 所以這方面我加多了一點款 自我感覺良好,對開工也很重要的 因為WU是用Intel 所以底板都配合用Intel最新的C690 支援Wi-Fi 6E 和最新的DDR5 RAM 我立即插4條16GB上去 我覺得它最棒的就是還可以再插4條M.2的硬碟 DISPLAY卡同樣都是用了ROG STRIX系列的3070TIOC版 那我就當然沒有錢去3090 但對於主要是剪片次要是打機的我來說 它都很夠做的了 更新率它是支援到8K的 散熱方面的效能都很厲害 如果平時打開機又會超頻 但又沒有什麼預算 像我這樣的朋友 3070Ti我覺得也是不錯的選擇 剪片我現在可以負責這麼說 WU是比DISPLAY卡更重要的 除了DISPLAY要散熱之外 WU的散熱其實都很重要 如果不是WU太過熱 這部機可能就會慢到爆炸 所以就用這個ROG STRIX LC2 360 ARGB的水冷 用最新的第七代AceTac風 以及有3個120mm ARGB的散熱風扇 很散熱之餘還可以保持很低的噪音 在正常不在RAM很嚴重的東西的時候 我真的聽不到風扇聲 其實無可否認 作為一個剪片的工具來說 我現在剪4K是順暢的 只要不多過3條畫面的話 還有Xport片真的比以前的機器快很多很多 我都覺得這是一個正確的投資 Keyboard Mose 喇叭全部不算 然後這裡是29560元 即是3萬元買單 音響,窮三代 是時候說一些音響的東西 因為小弟平常會錄開Cover 就是努力中 由以前到現在一直都有錄開的 所以要買錄音價餐的 那麥克風那些我不說了 因為我在拍YouTube之前已經很有興趣 所以存了很久錢已經買回來 拍YouTube之前買回來的那些我都不算 反正經常有人問如果在家想做HOME STUDIO 想錄音要買什麼 其實只有三樣東西要買的 就是麥克風和interface 那現在就說一下我的interface 我怕你們不知道什麼是interface 很快就說一說吧 例如你很想錄音,買一支麥克風回來 你不可以直接拆到電腦 沒有空間的 因為大部份電腦的聲音卡都是廢的 那又不要說廢的 因為一般人都是聽歌、看電腦、看電腦 那電腦的聲音卡就已經很夠做了 但是如果你想錄音 那你就要買了一支interface的東西 其實就是讓電腦當作聲音卡 用來錄你的聲音進去電腦做修改 運音之類之類的東西 諸而之類的東西 以前就是在用這個紅盒 Caret 2P USB 現在就在用這個Apple G的Dude 3 接下來就是一段很高可入的故事 話說我以為它壞了 因為用一下會無緣無故拍一聲 螢幕熟了 但電腦繼續轉動 所以就跑去買 為什麼要靠插手 所以我就跑去買了一個Apple G 因為那時候覺得雖然真的比較貴 但是我想給一個更大的決心 繼續錄音 聲音又真的好很多 我那時候覺得這個品牌令到我糟糕 我不會再買這個品牌 所以就買了這個比較貴的品牌 然後買了一個新的之後就很想錄音 然後有一天就三個小時就一起錄 剛剛就開了這個新面對面 以為什麼都解決了 誰知道就噗一聲 都是這樣關機 然後三個小時就說 不是喔 這樣關機是不是可能是你底板的問題 然後一開機箱的時候 已經看到我的顯示卡閃閃閃的 認真看了一點 我之前安裝Hot Disk的時候 原來弄鬆了一點點的電源線 接著就供電不穩了 供電不穩就 那代表什麼 代表他什麼事都沒有 因為我之後把這部電腦插進去 不要試 那即是代表什麼 即是代表新的那個白買 所以 因為有興趣想試試錄音 如果有的話 不如收個小弟這一塊吧 最多小弟簽名給你吧 大家可以去Google搜尋 我覺得買完原來是買錯的東西啊 用了一兩次的東西啊 那我就在那條片放出來看看你們有沒有興趣 留言告訴我 有沒有興趣看 EG賣物會 窮啊 只副都快要買了 好啦 到最後 雖然大辣辣洗了15萬 15萬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來的 但是七年計 都不是說有米 你就當是一個打工仔 打工打了七年 每年都會用一個月的人工去投資 又或者去放在自己的興趣上 那拍Youtube 用不著買這麼貴的東西啊 那當然不用啊 例如Ockman最近推出的系列 他用iPhone拍而已 一樣很好看 即是我是因為Ockman所以去買大機 然後Ockman近來就用iPhone拍那條片好好看 那最重要其實都是內容啦 那我純粹是真的想保留開我的 大家看那些畫面是可能可以漂亮一點 之前是真的給我去旅行的時候用 去旅行的 很多時候你可能成事不需要去一次 你下次再去啊 都未必會拍片的啦 那這樣東西你就會很想買一部貴一點的機 錄漂亮一點 讓大家跟我盡量可以看到一些相似的東西 又或者看到一些漂亮的東西 而我之後也都肯定會經常使用的了 那所以就是會把那些儲存回來的錢一次過花光 又丟回到Youtube上 為什麼拍的Youtube會沒有了15萬 就是這個原因啦 今次的分享到這裡 想看賣物會的記得留言告訴我 我逢是144出片 但是疫情關係現在studio還沒裝修好 那我現在都盡量一個星期出一條片 不好意思 我會盡快回多一點來的啦 記得訂閱我 按鈴鈴叫你的朋友一起看我的影片 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跟這個分享到下 拜拜